受疫情影響 印尼的許多市區街道 已經許久不見堵車的情況 因此靠坐小生意的 這一群日新勞動者 生活也坐心見肘 印尼總統府與慈濟合作 為小市民解決民生問題 今天我們在國內 在國內 國內 國內 我們已經在國內 我們在國內 有在國內 國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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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包括在國內 國內 我們在國內 國內 國內 在國內 國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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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在國內 國內 國內 在國內 國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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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志工解決貧困民眾的 缺糧問題外 也關心第一線防疫人員 在大家把目光都放在 醫護人員身上時 其實還有一群人 也值得被關懷 國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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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國內 國內 國內 為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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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另外 在巴旦 慈激志工則是 贈送一千五百個 檢測劑給市政府 希望給醫護 最有力的支持 不論是關懷平民 易貨捐贈 防疫物品 志工都希望能 真正幫助到他們 做有需要者的最佳後盾 大愛新聞 印尼報導